來來來 益金塔羅占卜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在哪裡 賺到好運 好 說到賺到好運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們來測字占卜一下 好 這裡有四個字 都是女部的字 那麼哪一個字呢 讓你看起來覺得特別的幸運 第一個呢 結婚喜事 婚這個字喔 再來 好事成雙 有好這個字 第三個 交妻美眷 有交這個字 第四個 妙不可言 那妙這個字 請問婚好交妙這四個字 哪一個字讓你覺得看起來 特別好運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財富女王湘奈爾 第一直覺會選哪一個呢 我選交好了 交單 來 菲 我有兒子有女兒 所以我選好 選好 那我就要妙吧 妙 我也想選好 好 那我跟張宇宙老師 妙 那我也妙 大家都妙妙妙 女生少 女生少其實就是耳朵清淨而已 錢不要少就好 耳根清淨很好 女生少錢就少喔 錢就少 人家明明是少女 你要把她講成女生少 對啊 好好吃喔 不是啊 這時候我們就說 不是要跟著那個運勢很好的人行嗎 對啊 交 你一定要選什麼 交 我選交 我也不交 我們不是都跟了 人家已經看了你就變 我們都跟了要無私了 對不對 我也不交 交 觀眾朋友選什麼 好 觀眾朋友選什麼呢 婚好交廟 我們來看一下婚好交廟 大家怎麼選呢 我們來選第一個就是 這個我們這個 來嘉賓和Amanda老師 我跟妳講 遇到好的老師上天堂 遇到壞的老師給妳亂指 祝套房 不是 好啊 現在看她怎麼開 好 現在壓力那麼大 好 來 好好講 好好講 來 我們來看 選到好這個字喔 好事成雙 好 這個就是在未來的這一個月啊 我們在人際好運上面呢 很容易得到貴人提拔 貧不清雲 就是說最近不管妳想要發生什麼樣子的一個拓展 或是妳覺得呢 像我佩玲現在回來拍戲的嘛 也許就很容易遇到貴人 那妳就會在這個時候呢 覺得說有新的戲或是有新的合作機會 甚至不只是拍戲 有其他的連結會出現在妳的生命裡面 這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觀眾朋友選到的話 當然也是 如果你覺得最近啊 工作壓力比較大 其實要記得呼救喔 就是在公司的時候說 我覺得這個我不會 請大家來幫幫我 欸 也許這個時候貴人運就出來了 大家就會來幫妳了 好不好 再來呢 我們來看第二個 是觀眾朋友選的 但是現在沒有人選的 就是婚這個字 結婚啊 結婚喜事 結婚喜事我們看哪個部分呢 緣分好暈耶 對 對 也就是好事將近喜結良緣 如果最近妳覺得有在曖昧的對象 或是想要告白的對象 試試看努力一下 還有啊 如果你現在已經成家立業了 那麼就趁這個暑假的機會 帶著家人一起多出去走一走 也許妳會發現家庭的氣氛 是特別和睦 特別開心的 好 再來呢 詩雯老師 小心喔 我真的要小心 小心 其實我剛剛就是很怕講錯話 我不是暗示你們了嗎 對 妳的肝應該不錯吧 小心肝 對 小心肝 好 來我們看一下 妙不可言 但是妙不可言呢 這邊好 第一個 就是健康啦 也就是說最近妳的身心舒緩 身邊沒有什麼事情 妳就會覺得身邊的事情很少 沒有人敢來煩妳 妳就不用覺得 每天好多事情在後面追著妳跑 總是有接不完的電話 總是有做不完的工作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的小心肝 妳的心肝肝 現在得到了比較好的舒緩跟休息 好 所以健康好運 在這個月呢 是妳的好事喔 要好好的享受這個親福 知道嗎 再來我們就來看 啦啦啦啦 跟對人 對 真的跟對人 剛剛我是不是有說 跟對人上天堂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嬌七美眷 為我們帶來的就是財務 就是這個總部財務的擴展業務 所以當我們是說 這個三個月就賺五百萬 對不對 所以跟著它走呢 投資一定沒有錯 但是如果是觀眾朋友 選到這個的話 最近當然是希望大家 可以好好投資 但是一定還是要像香奈兒說的 我們要謹慎領財 因為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 我們越珍惜它 它才會越跟緊我們喔 好 希望大家都能夠 世事好運 日日好運